寫日是在放置的 詞互 Lauter 想聽 寫出來 詞互 欺負 寫出來 寫出來 詞互 寫出來 詞互 寫出來 詞互 編曲 寫出來 詞互 寫出來 詞互 寫出來 詞互 寫出來 寫出來 詞互 蘇 語特寫出來 詞互 寫出來 詞互 寫出來 詞互 寫出來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講 令不清出 祭出必行 這個故事 那我們就要講宋朝的故事 宋朝立國的開國的皇帝叫做趙匡印 宋太祖趙匡印 趙匡印他在位的期間 其實官僚老民的情況就開始萌芽 只不過還不是那麼嚴重 總體來說他還算是親民 可是為什麼會有這種官僚老民 我覺得因為宋朝基本上皇帝他的管束 比較不像我們所在歷史上看到 像明朝有朱元璋 就是雷厲風行的那種很嚴格的軍王 對不對 然後所以對待下屬這個處政是非常嚴格 動不動就是打幾大板 他有所謂停葬制度 當場在朝堂上如果跟皇帝講話 皇帝不滿意馬上拉下去打屁股 那個打屁股可不是輕微的事情 那個板子一打下去皮開肉戰 很可怕的 有些古代又沒有很好的 這個所謂的醫藥 然後沒有抗生素 就是打了之後那個傷口如果 遭受這個病毒細菌的感染的話 很容易人就掛掉 所以我跟各位講 明朝的大臣要上朝之前 在朱元璋執政的時期 大臣要上朝之前要先寫好遺書 各位不要聽起來覺得很可怕 是笑話其實不是 大臣要上朝之前先寫遺書交代加來 因為今天上朝之後能不能回家不知道 但是反過來這個宋朝就不是這樣 然後宋朝他又講求這個縱文清武 所以他對於知識分子又特別的尊重 OK 那這個對於官吏管束 也不是那麼樣的雷厲風行 不是那麼嚴格 所以就老民的事情就會常常發生 那為什麼趙匡應會縱文清武 其實跟他自己軍人出身 而且他是政變 軍人政變得到這個執政的地位 所以他也很害怕 很害怕說萬一有一天 他的這個屬下的將領也如法炮製 那他這個皇帝的寶座就坐不安穩 所以他就第一個大量裁軍 第二個就是整個國家的治理 就是比較重視文人 然後對武成就比較不重視 OK 那這個因為他自己的歷史背景 各位知道嗎 那個唐朝滅亡 這個唐朝結束之後就是五代十國 南方這個所謂的五代就是良唐進漢州 基本上他是那個五代裡面那個周國 這個財隆所建立的周國的一個將領 然後因為我跟各位講 財隆其實在歷史上是一個非常開明的皇帝 他只有正面的評價沒有負面的評價 可是他死了以後繼位的是小皇帝 知道吧 就是他的兒子年幼繼位 那當然這個手底下的將領就開始 躍躍欲勢就跟趙荒印講說 這個既然皇帝暗若年幼 那我們不妨取而代之 於是就黃袍加身 那個黃袍就是龍袍黃色的龍袍就給他穿在身上 然後就說我們遵從你為皇帝 所以那個孤兒寡 這個叫做寡母 就是守寡的母親就是太后 然後那個小孩子就被趕下台 就是這樣 所以當然趙荒印他也怕將來的下場是這樣 於是眾文輕武 當然對於知識分子他就非常的尊重 然後因此那些對於那些有知識的文人 他就比較不會管那麼嚴 好 那趙荒印這個駕崩以後 他的弟弟即位就是第二任的皇帝宋太宗 趙光義 他即位之後就開始出現了不少的奸臣 成立用為鄭州的一名團練使 身性狡詐並擅長阿諭慘媚 使其為官之路暢行無阻 沒過多久便成功接近了宋太宗 並利用花言巧語的伎倆 成為了宋太宗的愛臣 使其開始憑藉著宋太宗的威信 不斷地在外胡作非為 甚至殺人為樂 不過雖然宋太宗相當聽信成立用 但是他的本質也不是昏庸之君 在登基幾年之後 由於立封敗壞 於是便向宰相赵普下令 嚴懲貪官污吏 然而宋太宗晚晚沒想到的是 他最寵愛的成立用 居然也是整頓立志的目標之一 不久之後 被宋太宗授予權力的趙普 便趁著機會將陳立用抓入牢中 讓其所分下的諸多惡行 接受審判 可是宋太宗呢 他竟然捨不得 將這個陳立用名正典型 他還跟趙普說 這個陳立用正想留著他 日後還有用處 宋太宗和丞相趙普呢 講這一番話聽起來好像 有點像是在跟丞相商量 但實際上是軟宗戴映 就是我皇帝就已經跟你講說 這個我要留下來 這是一個命令 而宋太宗留下陳立用的舉動 想當然地招致了許多大臣的反對 皇上 陳立用這人萬萬不可留啊 皇上 此人罪大惡極 若現在不將之神之以法 將會動搖大宋國法啊 還請皇上三思 皇上求您啦 此人不除必留厚患啊 那當然宋太宗聽到大臣們 這樣的一個勸見呢 就心裡就很不高興啊 甚至在這個朝堂上呢 就就發怒說 我貴為皇帝啊 久武至尊啊 難道呢 想要留下一個人活命都不行嗎 我沒有這樣的權利嗎 這個時候呢 彈劾陳立用的丞相呢 趙普他就站出來了 他就跟這個皇上講什麼呢 大家聽一下 启禁皇上 有什麼意見 說 難道連你都想阻止我讓陳立用活命 陳萬萬不敢 皇上自然有權讓人活命 無論是何官何民 都無權阻擋皇上 但屬下認為 陳立用四寵而交 四處胡作非為 甚至殺人害命 罪大二極 若此人不殺 那麼維繫我國秩序的大宋王法 將蕩然無存 而皇上多年所累積的威信 必定一落千丈 還請皇上三思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回來我們繼續再來跟各位講故事 謝謝 宋太宗他想要留下陳立用的 這樣的一個舉動 正好就提供了 我們有一句成語叫 君無戒言 這一個古來民訓的一個歷史上的反面教材 對不對 那他的正面是什麼 正面當然就是令出必行 然後這個要嚴格執法 對不對 皇帝的命令怎麼可以隨便的清帥 從皇帝的嘴巴中講出來 對不對 古來的昏君基本上就是隨便講話 那古代有這樣的昏君 現代難道沒有嗎 我希望各位同學可以反思一下 我們現代所看到的這些 這些所謂的政治人物們 他們的表現 其實也可以給我們一些反思 不只是政治人物啦 大家想想 這個在我們勉勵我們的這個 擔任公職的這個公務人員 都最好不要犯下這樣的一個錯誤 就是當你想好了你再把話講出來 很重要的是 當你是一個長官你下達命令 你是有下達命令的這種權威的 就這個話不能隨便亂講 否則屬下無所適從 就你今天講的話明天說 沒有啊我昨天只是隨便講講 那我請問你屬下怎麼辦 他到底是要執行你的命令 還是不要執行你的命令 對不對 那這樣的一個組織 這樣的一個公務機關 他辦事能夠有效率嗎 這不但是一個倫理的問題 也是一個組織管理的科學問題 好 那這個反面教材告訴我們說 皇帝一方面下令整頓立志 彈劾監令 另外一方面又不能貫徹自己的命令 用今天的口語來講叫做自我打臉 對不對自我打臉 現在很喜歡用打臉這個字啊 不管是別人打臉臉 或者是自己常常講話矛盾就自我打臉 在歷史上 我們如果拿一個 我就一開始跟各位講的 這個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 就跟這個宋太宗就完全不同 明朝的這個開國皇帝朱元璋 可以說是一個貫徹命令 令出必行的典範 跟這個宋太宗對照 就是一個極為鮮明的 這種所謂的對照組 朱元璋我跟各位講 朱元璋對於貪官污吏 生物痛絕 因為他自己為什麼會出來革命 基本上就是官逼民返 因為朝廷然後官員腐敗 朱元璋他們家遭遇旱災 兄弟姊妹家人都沒有飯吃 好幾個親人都是活活餓死 朱元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朝廷還要強逼他們絞碎 那其實在古代貪污是怎麼貪的 比方說朝廷規定 你這個地方要繳 每年要繳一百塊給我 那這些貪官污吏就去徵稅 他怎麼收 他就跟民眾跟人民講說 你們要繳兩百塊給我 明明中央政府只是要求繳一百塊 為什麼他跟他收兩百塊 很簡單 另外一百塊就是放在自己口袋 那我告訴你一個腐敗的朝廷 也就是腐敗的中央政府 基本上對於這種事情也是怎麼樣 爭議之言 閉議之言 為什麼要爭議之言 閉議之言 因為朝廷必須要有基層的官員幫他們辦事 所以只好容忍這種貪官污吏的這種行為 那清朝有一句話叫做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營 就是民眾評價你做了三年 然後民眾人民評價你是所謂的清年的知府 可是你卻可以賺到十萬兩的白銀 這個跟當時的薪水是 這個差之 這個基本上是差距很大的 那其實我也必須要講 當時的這個國家官藝的奉級制度 其實不太好 官員的薪水都很低 為什麼薪水要設的這麼低 因為朝廷認為 反正你們這些官都會貪污 只是貪多貪小 然後民眾認為合不合理 既然你們會貪污 我政府為什麼還要發那麼多的薪水給你 發那麼多的工資給你 不需要 反正你們會貪 所以這也就變相的導致 貪官污吏基本上是失控見慣 那當然也有很清年的賢臣 死的時候家竟然還欠債 要不然就是家徒勢弊 也有這樣的著名的例子 不過大部分都不是那樣的 那我要講就是 朱元璋為什麼跟宋太宗就是對照族 因為朱元璋他就是痛恨這些貪官污吏 所以當他當了皇帝之後 他就三寧五身不准貪污 最著名的他的成像 明朝開國之後只有一個宰相 後來就沒有了 這個朝代基本上幾百年 就只出過一個宰相 就是第一任 這一位默認宰相 就是鼎鼎有名的胡維雍 其擅權專政好於貪污 甚至還對皇帝懷有異心 企圖設計獻情 使皇帝死於非命 因此在他的事蹟敗露之後 極為憤怒的朱元璋 便將宰相之位直接廢止 並下令朱滅九族 所謂朱九族就是 連學生還有朋友都要租 還有嚴厲到什麼程度 到家裡去抄家的時候 除了抄這個有價值的 這個經營財寶之外 還有重要的東西是書信 那個其實很殘酷的法律 就是凡是曾經跟胡維雍通過信的人 都要殺 這個其實很恐怖的 那為什麼皇帝要這樣做 一方面是警惕作用 第二方面就是怕有人報仇 留下餘黨 將來可能會留下禍患 所以就要租九族 那當然也有租三族租九族 租九族是最嚴重 這個胡維雍 胡維雍案 就是他的貪污 牽連到太多 甚至有權貴 就是被封侯的很多 朱元璋革命起家 所以他有很多革命夥伴 後來建國之後 他就給他封侯 可是跟胡維雍有關係 基本上都被租聯 那個統計數字顯示 胡維雍案 這個連續辦了十多年 死在這個胡維雍案 當中的有數萬人 甚至有說高達十萬之眾 你知道嗎 就是一個胡維雍 誅殺了十萬之眾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但這樣的一個歷史軌跡 也告訴了我們說 朱元璋他對於這種 所謂的令出必行 是做得非常徹底的 包括他的女婿 公主的婦馬 犯罪 他的那個婦馬更有趣 他就仗了自己是黃金國戚 結果就貪污走 他不是貪污 他是走私 走私 各位知道吧 走私 然後被抓到 被誰抓到 你如果去看那個歷史劇 就是另外他朱元璋手底下有一個 很出名的叫做劉伯溫 對不對 好像是這樣 我記得是這樣 反正大家可以去上網查一查 基本上就被逮 被逮了之後皇帝當然很生氣 不過他也就名正典型 他就把這個毫不留情面 雖然是自己女兒的丈夫也處理 因為這樣做 其實你說他的手底下 敢隨便的作惡犯亂 是不是 所以朱元璋一炒基本上 貪官污吏的現象 是比較少的 不過也留下了一個惡名 就是他殺伐之氣太重 這個有一些其實是可以寬佑的 最後我們來跟各位談談 令不清楚祭出必行 他的一個含義 首先呢 第一個 就是深思熟慮 就是當我要下達一則命令之前 我要先考慮好 他會發生什麼後果 而且更重要的是 眼光還不能太短淺 對不對 眼光不能太 你不能只看到說 未來幾個月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可能你要想到的是幾年以後 或者是對於整個國家 會產生什麼樣的聯誼效益 這些都要想清楚 對不對 好 第二個 就是謀定後動 那當我決定了說 這個策略是我們應該推動的時候 那接下來就是要有計畫 我要怎麼樣去落實它 這個方案要提出來 這個叫做謀定後動 要不然不能輕易出手 不然每天在嘴巴嚷嚷說 我要做什麼做什麼 結果什麼都做不了 這個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那我們學公共政策的人都知道 當我們要提出這個策略 或者是願景 接下來一定要有行動方案 否則這個策略和願景都只是空話 你沒有一個配套可以執行的手段 是沒有效的 那只不過會 我們前面已經講過 只不過每一次都扮演 常講狼來了 這個故事的那個牧羊小童 每一次都扮演那個牧羊小童 扮演三次以後沒有人相信你 那麼以後就算你想要認真的執行某些政策 這個民眾也把它當成不當一回事 那這個基本上國家的腐敗就是這樣的惡性循環造成 有時候我們想想 同樣是在二次大戰以後 新興的一些國家 包括這個台灣 是這個國民政府簽台 我們就也算他算是二次大戰以後 新興的一個地區或國家 我們是一個國家 對照一下東南亞的 也是在同一個時期 大家同樣的起飽點 甚至他們的條件可能還比我們優厚 但是經過了幾十年的奮鬥 台灣成長成為一個所謂亞洲式小龍 那我們現在看看 當我們是亞洲式小龍的時候 老實講台灣人是很自豪 中華民國是很自豪 我們反觀東南亞的一些國家 我們覺得他腐敗無能 為什麼 很重要 我覺得在上位者 他沒有辦法做到 深思熟慮謀定後動 這個就是腐敗的開始 所以看起來 深思熟慮謀定後動 是一種管理的思維 其實他背後有很強的倫理性 所以我為什麼要講這個故事的原因就是 其實它充滿倫理性的 我個人認為組織的管理 絕對擺脫不了倫理 甚至道德 尤其是我們公共組織 那麼第三個含義是什麼 就是令出必行 我們前面一直在講 令出必行 當我們的政策一旦說出口 當然這個很重要 是經過深思熟慮 然後謀定後動之後的政策 當然就要貫徹執行 那並不是說執行的過程不能修改 並不是這樣子 就算是修改也是貫徹執行的一個過程 OK 並不是說一定要這個使手 這個教條然後都不能改 不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這三者是配套的 也就是深思謀慮 謀定後動 然後最後令出必行 這三者是配套的 缺一不可 那總之這也就是所謂均無細言他所 背後隱藏的意義 也是我們這個故事所要闡述的這個倫理的原則 令不清楚 祭出必行的道理 我們舉一個例子像部隊 部隊是最強調這個令不清楚 然後祭出必行的一個場域 對不對 作為一個部隊的將領 他的講話必須要一言九鼎 絕對講話不能草率 這樣子才能夠讓士兵覺得軍令如山 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 對不對 這個才是將領應有的魄力 那當然很重要 這個將領就是嘴巴平常不能夠隨便亂講話 因為他的士兵看到一個將軍講話 就必須是要信以為真 不能當作耳邊風 否則這將來部隊怎麼打仗 對不對 那個長官說衝的時候沒人衝 那個仗還怎麼打 所以 首先 作為一個主管 作為一個將領 你就必須要自我克制 我平常不能隨便亂講話 你說那個人不能有一點幽默感 不能講講笑話 當然可以 重點是你在講笑話的時候 你必須要讓你的周遭的人知道你是在開玩笑 你在講笑話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今天看到一些很失敗的主管 或很失敗的領導者 他就是搞不 讓人家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在講真的還是講假 到底是在講笑話還是在 還是在講政策 我覺得這就非常糟糕 對不對 在什麼樣的場合你可以講笑話 在什麼樣的情境之下你可以開玩笑 我覺得那是要分清楚 要不然現在記者也很厲害 老師斷章取義的 然後就把你其實一時不勝的語言 就把它爆出去 然後大家就 哇這個民眾就花了 是不是 那這樣子的話 這樣的領導 這樣的一個政策的決策者 還能夠有效的去治理這樣的一個政府 這樣的國家嗎 所以我們就 就必須要反省這樣的一個問題 OK 那反過來 我們講部隊 是這樣 那行政機關當然也是這樣 管理者就像是部隊當中的將領 他一定要拿出將領應有的公信力 還有魄力 可以向員工傳達自己的這個意識 然後做到下令不隨便 然後令出要如山 對不對 在行政機關也是一樣 管理者如果習慣於隨便下命令 這個就會造成很多不好的效果 這個我們其實前面都已經分析過 最重要的是 最終這樣的一個公共治理 它一定會失去部署的支持 更會失去民眾對你信賴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公務人裡 特別要強調這個 強調這個令不清出祭出必行呢 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說 它將會使得我們的這個政策的執行呢 或政策的這個落實呢 大打折扣 最終呢 危害到的就是國家的前途 還有人民的福祉 難道這個對於所謂的這個倫理呢 不重要嗎 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必須要 作為一個公職人員 或者是 將來各位 甚至在師部門 我覺得作為一個領導者 都應該要具備有這樣的基本修煉 好 這個單元呢 我們就進行到此 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 今天要談的這個倫理的這個原則呢 叫做寬容大量 賢能遠昭 它的意思就是 只要我們心胸寬大 自然啦 自然可以把遠方的這些賢能呢 都納到自己的身邊 為自己有所貢獻 那當然呢 對於一個領導者來講的話 這一個所謂的領導統一的 倫理修煉呢 很重要 但是我們雖然 就算不是 作為一個主管 或是一個領導 其實呢 你跟你的同事相處 你的朋友相處 也應該要具備這樣的一個修煉 那麼你的朋友就會越來越多 廣結善緣 總有一天 他們都會成為你 事業上的一個助力 好 那我們就先講第一個故事 那我們過去有講過儲裝王嘛 這一次我還是要來跟各位講 第一個故事是跟儲裝王有關係的 啊 不要 你走開 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啊 大王 剛才蠟燭熄滅的時候 有人稱之非禮奴家 就是這條被我扯添的陰袋主人 還請大王查明 究竟陰袋是屬於何人 是誰非禮奴家 啊 哎呀 今天大家不是都喝了點酒嗎 兵主敬歡之時 難免會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嘛 別放在心上啊 啊 可 可是大王 哎 別在大王了 就這樣吧 啊 各位 今天這場酒宴大家 開不開心啊 我看各位的陰袋 都還整整齊齊的留在帽子上吧 想必是不夠開心吧 從現在開始 陰袋還留在的人 就是沒有即興 知道了吧 是 那這個故事 各位好好想一想 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發 然後我最後呢 再來跟各位做一個分析 好 那這個故事還沒完喔 接下來呢 過了三年以後啊 楚國呢 就和晉國打仗了 那麼有一個將軍呢 他就經常衝啊 衝在前面 英勇無比啊 這個 因為這個敵人的軍隊看到 哇這個將軍呢 這麼敢衝 也就 大家都 這個退避三射 等到這個 打完仗 打勝仗之後呢 楚莊王當然就要好好的 了解一下 這個將軍為什麼如此勇猛 所以就把他的招來 就問他說 哇你平常呢 這個我看你呢 這個我對你都沒有那麼多的恩惠 為什麼你打仗如此賣命 我覺得很好奇 我想要了解一下 這個你真的不怕死嗎 結果這個將軍他就跟大王報告 他就回答說 報告大王 陳在多年之前 因為在酒宴上做出了非禮之事 當時就應該被處死才對 但是 卻因為大王的大恩大德 刻意隱忍 讓陳免於死難 因此 陳為報大王之恩 故願干擾徒弟 殺戮敵政 忠心保衛國家 所以 你是 不知大王是否還記得那夜歡迎之宴 陳就是燭火齊滅之時 被拉斷陰帶的那個人 換句話說呢 這一位將軍呢 基本上就是對於楚莊王 當初的那個寬容而不追究 給予最實際的報答 給予最實際的報答 所以各位想想 這個故事帶來什麼啟發 跟我們前面所講的 我們這個 這個單元我們要講的這個主題 賢能遠招 寬容大量 是不是就正好回應了 這樣的一個倫理原則 接下來呢 我們跟各位講第二個故事 這個在春秋的時代喔 春秋五霸裡面還有一個勤募公啊 陛下您的愛馬 被這些野人吃掉了 一共三百餘人 呈現在 立即將這些人代賦刑場 立即死刑 且慢 這只是一匹馬而已 何必為此處死 可是這些人吃了陛下的愛馬呀 沒關係 君子不能以促產害人 因為這件小事 就殺害三百條人命 豈不顯得我氣量傻小 而且我聽說 使用精美的馬肉之後 不喝些酒 好像對身體不是很好 來了 給這些人吃一些好酒 讓他們回家好好享用 OK 這個是勤募公 他的寬宏大量 不但沒有處罰他們 還賞賜他們酒喝 那後來勤國一樣跟晉國打仗 那這個三百多個鄉下人 他們就文訓了之後 就紛紛地自願上戰場 去幫助勤軍作戰 那正巧這時候 這個勤募公的戰車陷入重圍 形勢非常地險惡 很有可能就保不住性命了 這個時候這三百多個鄉下人 就高舉武器 爭先恐後衝上去 各位 記得我們先前吃的馬肉是行嗎 是誰救了我們 是大王 沒錯 正是大王 難道現在大王有爛 我們是不是應該輪到我們救大王了呢 是 大家拿起武器 大家跟著威脅 衝啊 救回大王 衝 衝 那我們可以想像 這三百多個鄉下人 他們也不是秦國的正規軍 他們自願地跑到戰場去幫助勤軍 他們手上拿的是什麼武器 各位可以想像 而且我告訴你 在秦國那個管制很嚴的 這種法治之下 那個鐵器 是要受到管制的 也就是說你耕作的時候的鋤頭 那個爬有沒有 那個就是爬草的那個爬子 這些都是要列入管制品的 包括家裡的菜刀 都是管制品 因為怕人民作亂嘛 對不對 傷害他人嘛 就好像我們今天也有定那個 所謂的槍炮彈藥管制條例對不對 這個槍炮彈藥刀界管制條例對不對 如果你這個 從國外回 你說你 你攜帶了一把這個所謂的紀念的刀 想要拿回家來陳列 抱歉你 必須要先申報 甚至不能通關 要被沒收 那這個槍更不用講 台灣是管制槍支的國家 當時的秦國管制也是很嚴 所以他們拿著他們上戰場 大概就是拿著那些農具 就上來了 那基本上就是用肉身跟這個進軍拼搏 所以這個當場當然是會 會這個犧牲很多人的人命 那這些人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他們被秦木公的寬宏大量給感動了 所以他們要報答秦木公的使馬之德 就是不但讓他們吃了馬肉 還賞賜了美酒給他們喝 進軍的包圍就因此被沖散了 有人不要命 對不對 秦木公終於脫險 這個讓我想到另外一個歷史故事 各位知道後來秦國在戰國時期的時候 也就是已經快要統一中原之前 跟趙國有一場大戰叫秦趙 這個長平之戰 大家有學過歷史應該有聽過這個故事 那時候秦將白啟 他在那場戰爭裡面打贏了 然後趙國的軍隊有四十萬 歷史書是這樣記載 四十萬 有四十萬的趙國士兵被俘虜了 叫集中起來 白啟做了一件事情當然非常殘忍 這四十萬的軍人 都最後被坑殺 什麼叫坑殺 就是挖坑然後跳進去活埋 這叫坑殺 那當然比較人道一點可能是先砍頭 但活埋當然是很痛苦的 這樣各位可以理解 有四十萬的士兵被坑殺 我每次想到這個故事 我都一直很懷疑 懷疑一件事情 這四十萬的士兵 為什麼不會起來反抗呢 反正殺頭 反正就是進也是死 退也是死 那為什麼不拚命呢 我覺得這就是勇氣的問題 大家遇到這樣的事情 而且我相信那個坑殺 據說那個坑殺的過程是一批一批 不可能一次四十萬人跳下去 那那個坑要多大 四十萬人 當然史書上的記載也許會有某種程度的誇張 但是後世的史學家在做考究的時候 大概也都覺得至少有十萬人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今天中華民國的軍隊 部隊的這個實際的 這個所謂的原額數量是多少 三十萬人左右 因為我們國家最近這幾年來實施精兵制 你想想看 如果當時坑殺的是十萬人的話 那就是今天中華民國的部隊的三分之一 那是多少人 對不對 那就算是十萬人 他們如果願意有勇氣起來 然後跟這個俘虜他們的勤軍對抗 我相信不至於會全軍覆沒 那為什麼他們不做 我覺得很重要 信念還有勇氣 所以對照這三百多位這種鄉下的村民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因為受到寬宏大量的精神感召 基本上他們就願意赴死 要報答琴木公的這個恩情 那當最後勤募公是脫險 所以這個故事就被記載下來 這是第二段故事 可以請大家好好的這個思考一番 好講了兩個故事我們休息一下 繼續再來講第三個 謝謝大家 我們要跟各位講第三個故事 是發生在西漢漢宣帝的時期 他的宰相秉吉身上的一個故事 那我先要跟各位介紹一下秉吉這個人 這個漢宣帝基本上是漢武帝的孫子 那麼漢武帝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太子 他懷疑他太子模仿 不過後來他的太子也真的模仿 他就趁著漢武帝到這個離宮 去度假的時候 在京城這個長安就發動政變 那其實漢武帝基本上就是一個強權的 強勢的一個天子 他手上握有的絕對的兵權 所以那個太子的叛變 基本上最後就沒有成功 那太子當然就被殺了 他的兒子也被殺了 可是就留下一個孫子 叫做劉並吉 就是後來的漢宣帝 那這個太子的孫子 就被抓到那個監獄裡面去關起來了 而此時監獄的管理者 就為從魯國照入長安的秉籍 其為人忠厚待人真誠 在知道當時還是嬰兒的漢宣帝 是無故遭受牽連之後 便盡心盡力地保護他 甚至還違抗漢武帝的意志 堅決不讓師者將其處死 最後終於成功 將漢宣帝送出監獄 交由漢宣的親戚撫養 等到漢宣帝這個即位之後 那這個漢宣帝即位之前呢 當然就是漢武帝呢 駕崩以後 他又傳給他的一個小兒子 叫漢昭帝 那這個漢昭帝也是很年輕就又死了 那死的時候呢 我們知道那個府政大臣的霍光 就是漢昭帝的府政大臣霍光 就去找了一個漢昭帝的堂兄弟 來做皇帝 那個人叫劉鶴 本來是這個昌邑王 那就從昌邑王 把他請進長安來做皇帝的位子 不過這個昌邑王 劉鶴基本上做了十幾天皇帝 就被趕下台了 然後你知道嗎 霍光各位知道嗎 霍光呢 就寫了這個幾千條罪狀 說他不適合當皇帝 然後請皇太后呢 下令廢處這個皇帝 劉鶴 後來他廢處之後 就匾為庶民 庶民之後呢 又隔一段時間之後 漢宣帝即位 就是我們現在要講的這個 故事主角秉級的老闆 漢宣帝呢 他又想說念籍這個骨肉中青嘛 就再給這個劉鶴 這個給他一個爵位叫海昏侯啊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上網查一下海昏侯 因為這個海昏侯呢 最近他的墓啊 這幾年被挖出來 我發現他的這個墓裡面啊 很多的黃金啊 金銀財寶啊 不得了 因為畢竟當過十幾天皇帝啊 這個家裡的收藏的寶藏很多啊 那也讓大家探為官子 覺得這個漢朝的這個皇帝實施後葬啊 那他都只是做了十幾天皇帝 就可以累積這麼多財富 那更何況那一座一座金字塔 現在在長安的附近 不是長安 現在叫西安啊 西安的那個大平原上 有很多金字塔你知道嗎 西方人剛開始的時候 發現怎麼東方也有金字塔 其實後來知道 他們是漢朝皇帝的墳墓 現在都還沒有挖開啦 聽說那個漢武帝啊 從他很年輕的時候 就開始營造他的那個所謂的墓園嘛 等到他 因為他八十幾歲才駕駁 執政了這麼久 他的那個地下的那個宮殿啊 寶物啊 放進去呢 又得搬出來 再放新的東西 因為後來的收藏的寶物越來越精緻嘛 所以前面放進去的東西 已經放了沒空間了 再把它搬出來 再放進去 那也曾經呢 在漢武帝時代也發生過說 不是漢武帝時代 就是後來的漢宣帝時代也發生過 有人盜賣這個漢武帝陵墓的寶藏 結果發現是在 在地表上就發現了 可能是當時在 轉移這些寶物的時候 不慎掉落在草地上 然後被民眾撿了去 在黑市上買賣 結果被朝廷抓到 這樣的一個案子 這個顯示出什麼 顯示出那個財富累積到 就沒有地方可以放了 那這個是題外話 我們更會講一下這個秉吉他的出身 他就是 當時就是保護這個 這個 那個就是漢武帝他的太子 一般被稱為衛太子 因為他是衛皇后 也就是衛親 衛親的姐姐 嫁給了漢武帝 所以衛親後來平步青雲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姐姐當了皇后 那他當然也覺得 這個衛親是可用之財 我們大家都知道衛親 是漢武帝身邊的一個大將 對不對 幫他討伐匈奴 那這個衛皇后他生了兒子 在歷史上一般被稱為衛太子 衛太子的孫子就是後來的劉秉吉 漢宣帝 然後這個秉吉就是保護漢宣帝 讓他在監獄安然度過沒有被殺掉的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人物 但是我跟各位講 漢宣帝一直到他做了皇帝即位之後 他都不知道他小時候是秉吉這一個人保護了他 等到他有一天終於知道了他就對他非常感恩 所以基本上秉吉他是靠著自己的實力 當上皇這個成像這個位置 並不是因為漢宣帝知道了他是從小有保護過他 所以才給他做成像這個位置 所以我必須要跟各位講 特別凸顯秉吉這個人他的賢能 然而有一天某位幫秉吉駕車的車夫 在跟著出外辦事之時 不小心在車上喝醉了 而且還將秉吉的坐車吐得到處都是 讓跟隨在秉吉身邊的官員們 各個都相當生氣 這太誇張了 丞相出去是半正式 你在這兒喝什麼酒 對呀 而且還吐成這樣 等等丞相回來是要坐在哪裡 趕快給我擦乾淨 怎麼啦 發生什麼事 啊丞相抱歉失禮了 因為剛剛車夫喝醉 不慎把丞相的坐車弄得有點髒污 下官立即命人清理 後續再將這個人解職 且慢 為何要將車夫解職呢 報告丞相 因為此人的行為太不檢點 居然趁著丞相辦事 出外喝酒 而且還醉成這樣 搞得滿車都是會物 唉 雖然這樣確實不對 不過要是我們因此將他解職 那他以後該如何是好 官府不要之人 哪裡還會有他的龍身之處 可是丞相 沒關係 車子洗一洗還是可以坐嘛 我們對人就寬容一點 不要再追究了 說不定未來還有他的用處 那麼這一個駕車的車夫呢 他其實是來自於邊疆 那對於這個邊塞呢 的情況比較熟悉 他也知道說 如果這個邊塞呢 發生了緊急狀況的話 這個會有出現哪些徵兆 出現什麼徵兆呢 有一天他就 到外面外出的時候 正好遇到驛戰 因為古代 為了要傳遞軍情呢 都會從那個邊疆 然後一戰一戰的 設那種所謂的驛戰 其實就是有點像休息 休息戰一樣你知道嗎 但是是政府專用的 然後呢 傳遞軍情的時候就是 邊疆如果發生這個 軍事情況的時候 那麼這個就會派傳令嘛 然後就騎著馬 因為古代只有馬 騎著馬呢 他一段距離就會設一個驛戰 這個驛戰有兩個功能 第一個就是給人家睡覺 第二個是換馬 換馬各位知道嗎 馬是會累的 古代有所謂的 什麼五百里加級 八百里加級 那個什麼意思呢 就是一天 如果最緊急的狀況 最速箭啊 一天那個馬要跑 跑八百里啊 那當然那個八百里 跟今天所謂的公里 是不一樣的 大概八百里 所以如果是用古代的那個 長度來計算的話 是今天大概四百公里 可能還不到 各位可以去查一下 總之 騎馬 就如果是最速箭 一天要跑八百里 那如果是中等的呢 跑五百里 所以有所謂五百里加級 八百里加級 這種公文傳遞 所以那就會很緊張 那馬都會跑得很快啊 對不對 然後這個到的地方呢 如果天還沒黑 換馬繼續跑 或者是換馬也換人繼續跑 我跟你講啊 騎馬騎久了 屁股會裂開啊 古代這個真的很辛苦啊 各位如果有騎馬的經驗 就知道在上面抖來抖去的 屁股會痛啊 好 好 那麼有一天這個 這個駕車的這個小力呢 他就外出的時候 他看到 這個金城的驛戰 很緊急 大家神色慌張 然後那個騎兵呢 就是那個傳信的信使啊 他就手持 紅白兩色的這種公文鐵啊 飛駛而來 他在路上看到他就知道 因為他 我們講嘛 他是來自於邊疆 所以他很了解 這個公文傳遞的那個 那個狀況啊 所以他就知道 這個是邊疆來的 報警的公文到了 那可能邊疆有緊急的軍事的情報在傳遞 到了城中呢 這個駕車的小力就一路尾隨啊 這個驛戰的這種騎兵啊 信使到這個古代啊 漢朝京都負責接待陳明邊疆地方 這個傳遞文書的一個機構叫公車署 不是今天的公共汽車啦 古代所謂公車就是朝廷的官車啊 叫公車啊 各位有沒有聽過 我們再講一個附帶的題外話 各位有沒有聽過康有為公車上書啊 公車上書 為什麼叫公車上書 公車意思是什麼 不是今天的公共汽車 公車在清朝是舉人的代名詞 所以說康公書意思就是 他就是康舉人啊 那為什麼要用公車來稱呼舉人呢 因為喔 古代鄉市啊 就是在省城裡面考取舉人之後 四年 因為禁市的考試是四年舉辦一次 所以這個 這個舉人考取的時候他就等 等到那個禁市喔 開考的時候啊 他 朝廷就中央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 他會派 官車 公家的車子送這些舉人啊 就考中舉人的這些 這些 這個讀書人啊 到京城去參加會考 就是禁市的考試 那會考那個禁市的考試要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叫會考 會考及格之後就到皇宮裡面去 就紫禁城裡面 由皇帝親自擔任主考官喔 坐在那邊喔 然後呢 下面的這些會考 這個入選就是初試 現在開始副試喔 叫做電試嘛 就是在 在皇宮的這個大殿上考試 那個叫電試喔 所以這些公車呢 因為他是搭乘官方的車子 當然是馬車啦 要不然就是牛車嘛 進京趕考的 舉人 就一路 一路以這個公車啊 來稱呼他啦 所以康有為呢 他不是 後來就是希望光緒皇帝有所作為 有所改革嗎 他是舉人 他不是禁市 他就上書給光緒皇帝 說我們要改革 要不然這個所謂的那個什麼 這個這個朝廷呢 這麼樣的 這個就是外來的這種 所謂的入侵啊 對不對 我們國家要亡了 他就寫信給 給這個 皇帝 希望說能夠改革 這個叫做公車上書 然後這邊所講的公車也是一樣 這裡的公車署 就代表的是 官方的 這個車輛 管理車輛的一個 一個這個衙門啊 那這個意味著外來的 來自於地方的 邊疆的這些公有的汽車呢 不是汽車 對不起 馬車 他就是一個文書的集散地 就類似今天的收發 這樣的一個機關 好 他就隨著這個 這個邊疆來的信使呢 就 就到了公車署 然後他就去打探詳情 那他到底打探了什麼樣的一個狀況呢 我們休息一下回來繼續跟各位講 那秉吉的這個駕車小力呢 他就去打探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他打探了到了什麼呢 車夫跟隨著信使 來到公車署之後 他發現邊疆出了件大事 來自江外的敵人 入侵了雲中與戴俊兩地 情況非常緊急 於是車夫在得知之後 便急急忙忙地返回府上 向秉吉回報這件事情 陳相 陳相 邊疆被人給入侵了啊 什麼 卻有此事 千真萬確 剛剛我在公車署聽到的 是雲中和戴俊兩地 據我所知 這兩地的官員 都是年老歷衰的老頭子 可能沒有什麼辦法帶兵打仗 所以建議陳相 趕快準備個官員資料 若是聖上知道此事之後 恐怕等等就要向你詢問了 好 我立刻準備 因為作為丞相 皇上一定會問他說 那這個什麼狀況 當地到底 雲中俊和戴俊是哪個人負責 然後當地的情況到底什麼情況 如果要因應的話 要是不是朝廷 就是中央政府要派人去處理啊 對不對 但是從長安城派個部隊或怎麼樣到那邊 恐怕早就完蛋了 是不是 所以皇帝當然一定會問 當這個文書 邊疆的文書到達這個皇上口宗 一定會召見他們 所以這個時候秉吉聽了他講的這一番這個話 就覺得很有道理 於是他就趕快 請這個管檔案的 這個官員資料檔案的這個官吏 把這個有關的資料詳細報來 要了解一下 雲中俊和戴俊這個地方呢 到底是誰在駐守 然後呢當地的行政官力什麼背景 是不是像秉吉所講的 可能已經年次已高 根本沒有能力可以作戰 沒有辦法因應這個危機 他要先了解這個資料 以被皇帝來詢問 不久果然皇帝呢就下詔 召見丞相和御史 丞相和御史 我跟各位講 在漢朝呢 他其實歷經了不同的皇帝 也有不同的制度 但是大多啊 就是在中央政府裡面有三個官 被稱為三公啊 是皇帝最重要 最倚重的這個三位大臣 第一個 第一號叫做丞相 第二號叫御史大夫 還有一個第三號叫太尉啊 那所謂的太尉其實就主管 全國的治安啊 太尉 那這個時候他就召見丞相跟御史大夫 來詢問說 那敵人已經入侵了 那請問一下當地這個駐守的官員啊 主管的行政長官啊 他們的情況背景到底是什麼狀況 因為皇上也不可能知道 他所統治的疆域裡面 每一個地方官的情況嘛 所以這時候 丞相呢 還有御史大夫就很重要 作為皇帝的幕僚要告訴他說 這個當地的情況怎麼樣 這個時候當然秉吉他已經 預先做了準備嘛 所以他就一一應答 這個盧流啊 可是反觀呢 那個御史大夫呢 卻一問三不知啊 沒有辦法呢 回答皇帝所問的問題 所以那個御史大夫就受到皇帝的斥責 而秉吉呢 卻顯出他非常忠於職守 情於正式 特別是實時的可以去關注到 邊地的軍政情形 那當然皇帝就很高興啊 對秉吉就非常滿意啊 好 那我們從這個故事 就可以發現一個道理 一個事實就是 他當時所原諒的那一個車夫啊 事實上為他立了大功啊 這時候如果秉吉 皇帝問秉吉說 到底情況怎麼樣 他也都 報告皇帝我不知道 那完蛋了 這下子皇帝一生氣可能就說 你們通通不要幹啊 甚至嚴重還要被抓去關嘛 獨職嘛 是不是 所以對於一個駕車的小利 給他一個寬容的處置 卻可以得到 得來這樣的回報 各位覺得值不值得呢